眼底出血如何治疗 肚膳霜 西安市第四医院 中西医结合眼病诊疗中心 主任医师 眼底出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类别的一类疾病 它是一个范畴 就是比如说我们头疼 那么头疼有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这种症状 眼底出血也一样 那么在眼底的血管性疾病 还有一些特殊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 躺尿病 高血压 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 它都可以引起眼底的血管损害 那么表现为眼底出血 所以我们见到一个眼底出血的病人 首先要诊断清楚 这个病到底是哪一个部位 什么病 然后再做出相应的检查和治疗 那么眼底出血是大多数病人 记忆很牢的一种名词 我们在临床上一来 我得了眼底出血 他甚至已经看了几个月的病了 他只记了个眼底出血 实际上我们大家应该把它分清楚 特别是眼底到底是什么病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专家提示 专家提示 眼底出血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类别的疾病 是眼底的血管性疾病 二 患者眼底出血 首先要诊断清楚是哪个部位引起的 再做出相应检查和治疗 明天日下 அ arrows ゲak穴子的疗病 对焦穴子的疗病 在我们之间的疗病 微有没有人